我真的是絕對不會去給女生 給他零花錢 真的我是他爹喔是不是 我又不是他爹 為什麼我要給他錢 男生女生交往是平等的狀態 女生如果你要靠女生來養的話 你自己沒有工作能力嗎 大家好我是王秋庫 今天來拜訪一下 阿拉上海有名的台灣人博主 Michael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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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拉呆巴子 哈哈哈哈 呆巴子啊 那Michael之前看你採訪 你說你談朋友不會給女生花一分錢的 而且你也不提上說 追女生去砸錢 或者說每個月給女生錢這樣子 等一下我要更正一下 我覺得是男生可以給女生花錢 你喜歡他你一起去吃飯 一起去旅遊 一起去過生活的時候 你賺點比較多 你多付出一點 或你全部付出我覺得沒有關係 但是我真的是絕對不會去給女生 給他零花錢 真的我是他爹喔是不是 我又不是他爹 為什麼我要給他錢 我之前有一個女朋友 就是半年沒有工作 然後在我家生活起居我來照顧 我覺得很正常 但是你比方說你今天想要去幹嘛 你就花你自己的錢 我覺得很正常 我不會給他零花錢 但是簡單的照顧我覺得 男生深思一點做得到 我覺得是挺好的 挺正常挺應該的 所以不是說 我不是說提倡說什麼 男生就不花什麼想要白嫖 我覺得這種不是這樣 但是你如果過婚的當個體驗多 然後你送包包送禮物 然後每個月給他幾萬塊零花錢 給他租個房子幹嘛 那你跟包小三養小三有什麼區 男生不要這麼傻的 除非你是那種有錢的兔頭老頭 你知道嗎 那沒辦法 你只剩下錢了 那也沒關係 但是在大陸這邊的話 可能有些男生會比較上頭一點 比如說碰到自己非常喜歡的 那個女生說那你要表示表示什麼的 請你喝杯奶茶 那可能就沒有這個機會了 接下去 這個女生 就覺得這種就沒有必要了 就沒有必要了 要表示什麼 發個紅包嗎 還是請吃個飯 我覺得請吃個飯也挺正常的 就比如說五歪零的時候 那女生也不一定說會問你要很多 但他可能就是說 你每天說喜歡我 想追求我 那麽你是不是五歪零了 首先我覺得男生平常就不要說 我喜歡你我要追求你 這就是一個謬論 你就在成熟一個不對等的關係之中 我們有一個我身邊有個bro 他這個月已經換了五六個女朋友 他從來不花錢 分閉不花 但該買單買單 那是不自己送錢 你懂嗎 這兩回事 我可以今天吃個飯 喝個酒看個電影 我全買掉 我覺得是很正常 但是你要我額外什麼 你生日轉個兩萬塊給你 你今天要幹嘛轉個錢給你 是不行的 不健康不對 不好 超沒家庭觀念 我基本上我覺得會跟男生要錢 女生不太正常 你知道嗎 然後裝狗屎 我覺得男生女生交往是平等的狀態 你男生生事業 多付出一點很正常 但是幹女生 如果你要靠男生來養的話 你自己沒有工作能力嘛 就是誰不是人生父母養 為什麼我平白要照顧你 對 真的很莫名其妙